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美女的汽车突然爆胎 停在了道路中间 后面的车子瞬间排起了长龙 眼下这种局面 美女显然无从应对 只好打电话求援 而她后面汽车里的大叔似乎很不耐烦 决定向右转弯绕路而行 没想到 她刚转到右边的道路上 迎面又驶来一辆货车 为了躲避货车 大叔只好尽量靠道路的左边行事 可刚刚经过货车 上方的一条横幅意外掉落 正好落在了大叔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 面对这么多的不顺 大叔气急败坏 下车一把扯下横幅 而横幅连接的铁丝打碎了楼上的一块玻璃 无数的玻璃碎片从大叔的头顶落下 恰巧有一块击中了大叔的后脑 大叔当场倒地身亡 在当天晚些时候的电视新闻中 这起死亡事件被警方定性为 高空追悟导致的意外身亡 可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现在让我们来复盘一下整个事件 美女的汽车意外爆胎 引发了交通堵塞 大叔被迫转向了右边的道路 而意外驶来的货车 又迫使大叔的汽车靠左行驶 接下来意外掉落的横幅 正好又落在了大叔的汽车上 大叔因为扯下横幅 而意外引发的玻璃掉落 最终酿成了惨剧 这一系列的意外 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 恐怕很难用巧合来解释 没错 大叔的死亡并不是意外 而是由一个专业团队精心策划的 团队里有四个成员 分别是汽车爆胎的美女阿珍 货车驾驶员阿伯 是横幅落下的胖子 还有潜伏在围观群众中 指挥整个行动的团队头领阿乐 这个团队是一个专门替人消灾的杀手组织 而他们的杀人手法 就是把谋杀伪装成各种意外 就像发生在这位大叔身上的一样 他们计划周密 行动谨慎 配合默契 所有的委托都干得干净利索 从未出过任何差错 甚至就连完成任务之后的收费环节 还能做到几乎完美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团队的头领阿乐 阿乐是一个小心谨慎到几乎变态的人 他除了工作以外几乎从不出门 外出时总要在门缝上插一篇书页 而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音响 当然不是为了听歌 而是为了防止窃听 然后小心翼翼地 把靠杀人挣到的钱放入保险柜 通过保险柜里满满的现金 我们可以推断出 死在阿乐手里的人绝对不在少数 阿乐这种性格并不是天生的 他深爱的妻子早年死于一场车祸 而阿乐始终无法从那场悲剧中走出 多年来 他还一直珍藏着妻子发生车祸时 被撞坏的手表 也许是因为职业习惯 他一直坚信妻子的车祸绝非意外 而是有人刻意为之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这种多疑且谨慎的性格 这一天 他们又收到了一个新的委托 委托人是一位中年男子 而他想杀掉的人 竟然是自己的父亲 也许是为了遗产 也许是想骗保险金 虽然大家都很好奇 但杀人动机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如何谋划一场意外事故 才是他们的任务 作为一个专业团队 制定杀人计划的第一步 是实地勘察和考察对象 通过几次暗中观察 他们大概摸清了暗杀对象的行动轨迹 委托人的父亲已是冒蝶之年 腿脚不变 只能坐轮椅出行 而且每天的行动路线几乎一致 那就是往返于家中和自己开的典当行之间 在这端路程之中 他会横穿一条有电车经过的马路 胖子提议用电车制造车祸 阿勒担心会伤其无辜 阿珍提议用毒药 更是被阿勒一口否决 因为下毒就不是意外了 最终阿勒决定 用给电车供电的电缆来做文章 先放一条绳子在电缆上 然后在老人过马路时碰到绳子 就会触电身亡 这个计划看起来并不复杂 甚至有点小儿科 但是实施起来其实非常困难 首先是绳子的问题 因为要想通电 绳子必须是湿的 所以要选择一个下雨天 其次就是绳子从哪来的问题 因为要让绳子 恰好在实施计划的那个时间段 出现在电缆上 最终 这个困扰了团队很久的问题 被阿勒一颗异想天开的方案 一次性解决 在下雨天放风筝 然后把风筝先剪断 让它落在电缆上 而这个方案最大的难点 就是如何在雨中放风筝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之后 阿勒发现 阿珍就是最适合的人选 于是计划就此敲定 首先挑选一个下雨的夜晚 然后让阿珍 在一个林路的阳台上放风筝 当老人快要过马路时 把风筝先剪断 然后落在电缆上垂下来 而胖子的任务 是让老人正好碰到 垂下来的风筝线 阿勃的任务 则是在胖子开始行动之前 放弃桥挡住路边的监控 阿勒负责整个行动的指挥 在明确了各自的任务之后 阿勒的团队已经准备就绪 然而 无论计划制定的多么周密 天气都是一个无法控制的因素 在经历了几次无功而返之后 大家都有些垂头丧气 终于在一个傍晚时分 天空突然下起了漂泊大雨 杀人计划开始实施了 虽然雨势很大 但是阿珍还是顺利地放飞了风筝 并且在将风筝线剪断之后 恰好落在了电缆上 而这时 委托人正好要推着他的父亲 横穿马路 胖子正准备行动 却发现阿勃没有按计划 用气球挡住监控 胖子有些犹豫 可是阿勒不想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而且大雨之中 监控很难拍到清晰的画面 于是命令胖子马上行动 由于胖子行动稍微晚了一点 委托人和他的父亲 已经来到了马路的另一边 胖子健壮 一脚将委托人踹倒 轮椅顺势慢慢滑向了马路中央 老人碰到从电缆上垂下来的风筝线 转瞬之间触点而亡 死状极为恐怖 虽然委托最终友情无险地完成了 但是阿勒却没有半点喜悦 他急于找到阿伯 想搞清楚他为什么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就在这时 一辆失控的电车 突然从阿勒的身后向他急迟而来 阿勒急忙向前奔跑 幸运的是 阿勒只是被电车挂到了衣服 摔倒在地躲过一截 可是胖子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本想去找阿勒会合 结果正好被失控的电车撞死 看着倒在雪坡中的胖子 阿勒的心中十分恐惧 因为要不是刚才小心逃脱 现在躺在地上的就是自己 而更令阿勒害怕的是 刚才发生的事故 真的是个意外吗 有没有可能是同行所为 不过他没有更多的时间思考 眼下最要紧的是掩盖物证 于是阿勒迅速把胖子身上 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全部收起 匆匆离开了现场 阿勒来到自己的公寓门前 看到夹在门缝中的树叶 竟然掉落在地上 这让惊魂未定的阿勒 感到不寒而栗 他决定转身离开 却被身后的警察叫住 难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 幸好只是虚惊一场 这座公寓楼遭到了连环入室盗窃 而阿勒的家是其中之一 警察只是来勘察现场的 阿勒随警察入屋内 看到满地的狼藉 保险柜里已经空空如也 只剩下王妻留下的那块破手表 不过还好 因为这才是阿勒最真实的东西 这么多的意外事件 都发生在同一个晚上 阿勒认为这绝对不是巧合 肯定是有人刻意为之 他一定要找到幕后元凶 阿勒首先断定 此人肯定知道他们当晚的行动 而嫌疑最大的就是阿伯 因为他的反常举动 差点导致行动失败 第二天阿勒开始跟踪阿勒 而阿勒的行动却令他十分疑惑 阿勒依然伪装成小贩 在指定地点蹲守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阿勒上前询问 发现阿勒似乎根本不记得 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 还在等待阿勒给他行动指令 阿勒这才意识到 阿勒是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 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 他的神志时而清醒 时而模糊 甚至会有短暂的失忆现象 这也就解释了 阿勒行动当晚的失常状况 阿勒的嫌疑被排除之后 阿勒开始跟踪第二个目标 就是这次行动的委托人 他发现委托人来到了一家保险公司 看来他的杀人动机是要骗保 可奇怪的是 他并没有把保单交给保险经理 而且两人似乎还起了争执 难道是分赃不均 保险经理的嫌疑陡然上升 隔天之后 委托人再次来找保险经理 两人似乎还是没有达成一致 谈话最终不欢而散 阿勒决定继续跟踪委托人 没想到刚到楼下 一个人影从天而降 旁边的人大叫 有人跳楼自杀了 死者竟然是委托人 这是跳楼自杀 还是杀人灭口 情况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看来对手的智商和冷血 都不在阿勒之下 委托人的死 洗清了他的嫌疑 那么目标就只剩下一个 保险经理 莫非他才是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 阿勒决定对保险经理展开重点调查 他先是摸清了保险经理的住址 然后在他家楼下租了一些房子住下 趁保险经理上班的时候 在他的家里安装上窃听器 当这一切准备工作做完之后 阿勒就在出租屋里 开始记录保险经理的一言一行 等待他露出破绽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窃听和跟踪之后 阿勒发现这个保险经理并无异常 除了一个女朋友之外 没有和任何可疑人物接触过 每天的行动轨迹 也都局限在家和公司之间 不仅如此 他还通过客户经理的通话内容推断出 那个委托人有可能是良心发现 对顾兄杀死父亲这件事十分后悔 所以才不愿将保单交给保险经理 因为保险经理对委托人的举动也十分不解 委托人最终因为难以承受良心的谴责 而选择跳楼自杀 似乎也合情合理 阿勒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他的内心产生了一丝动摇 难道是自己错了 所有这一切真的都是意外 就在这时 阿勒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而电话中传来的今天是阿伯的求救声 阿勒急忙赶去找阿伯 发现阿伯竟然满脸是血的倒在地上 原来阿伯是从二楼失足跌下 不过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这时他猛然想起了前一天晚上 保险经理接过的一个电话 阿伯的坠楼绝对不是意外 而是保险经理一手安排的 阿勒对自己的疏忽大意懊悔不已 而对保险经理刚刚才产生的一丝动摇 也荡然无存 证据他需要更多的证据 阿勒回到出租屋里 在自己的记录中发疯一样的寻找线索 阿勒透过猫眼看到门外竟然是保险经理 他吓得不敢出声 等保险经理走后 窃听器似乎也出现了故障 耳机里只能听到阵阵杂音 阿勒心急如焚 转头发现竟然有人打开了房门 阿勒的心脏仿佛都要跳了出来 难道是杀手找上门了吗 原来是房东来给他送足约 由于他戴着耳机 所以没有听到房东的敲门声 阿勒此时的神经高度紧张 身边的一切都成为了他的怀疑对象 他来到窗边 看到房东正在和客户经理窃窃私语 难道他俩是一伙的 而此时耳机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窃听器也被发现了 阿勒确定自己已经暴露 必须赶紧离开这里 阿勒慌忙地向楼下跑去 没想到和正在上楼的客户经理 撞到了个正着 他这是在向自己挑衅吗 不行 一定要除掉这个人 再这样下去 阿勒感觉自己会疯掉的 一个新的杀人行动即将展开 只不过这一次的委托人是阿勒自己 他伪装成一名建筑工人 在保险经理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上 设置好机关 然后等待他的出现 保险经理如期而至 他似乎是在等什么人 原来是在等他的女朋友 而开车带他女朋友过来的 竟然就是那个房东 可能这都是他们团队的成员吧 就在这时 阿勒接到阿伯打来的电话 他告诉阿勒 他想起了行动当晚发生的事 他在上楼时 包里的一个篮球掉了下去 正好落在电车轨道上 致使电车拖轨发生了意外 使他害死了胖子 但是此时的阿勒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任何意外 他挂掉了阿伯的电话 然后启动了机关 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被发动 车窗上的灰尘被雨刷扫开 露出了里面的反光板 反光板将阳光发射到监控器的探头 而探头又将阳光 反射向行驶的车辆 车内的司机被反光照得睁不开眼睛 就在汽车将要撞向保险经理的一刹那 奇系发生了 天空中既然出现了日全时 阳光逐渐消失 汽车停了下来 这个突如其来的天文现象 瞬间打破了阿勒的心魔 因为这一次 他无法再说服自己 这个意外也是人为制造的 一时间 街道上的人都望向这一奇观 阿勒恍然大悟 原来房东并不是保险经理的同伙 而是他的岳父 无数画面在他脑海里飞速闪过 胖子的车祸是因为阿伯意外掉落的篮球 委托人的跳楼是未遂自杀 那天他下楼和保险经理撞到时 保险经理手上拿的文件是装修计划 而保险经理来找他 也是因为家里要装修 所以事先通知楼下 窃停机被发现 同样是因为装修 而之所以要装修 是因为保险经理准备和他的女友结婚 阿勒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 瞬间清醒了 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合情合理 根本就没有人想要杀他 当阿勒回过神来 日全时已经结束 而自己设置的机关重新发挥作用 他拼命地跑过去 想要挡住反光板 可还是晚了一步 保险经理的女友被失控的汽车当场撞死 一出惨剧就此酿成 保险经理无助地哭喊着 想要挽回女友的生命 而阿勒还是和往常一样 默默地离开了现场 通过这件事 阿勒终于相信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意外 都是人为之造的 而他终于也对妻子的死释怀了 阿勒清理掉出租屋内 所有自己留下的痕迹 然后退房离开 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可就在下楼时 保险经理突然冲了过来 一刀刺紧了阿勒的腹部 然后反复地问着阿勒 遗憾的是 也许阿勒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临死之前 阿勒转过身 看着外面的烈日 脸上竟然泛起一次笑容 或许死亡对他来说 是一种解脱吧 意外是一部上映于 2009年的小成本惊悚电影 并且入选了当年第66节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 虽然片中有大量奇谋诡计的设置 但说实话并不是十分巧妙 甚至有很多逻辑漏洞 但本片主打的 并不是物理机关和情节反转 而是心里轻松 说白了 内核其实就是一个 以灵偷腐的故事 当你先入为主地认定 一个人或一件事后 你会不自觉地 去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 并且会有意忽略 与之相反的客观事实 甚至将其颠倒黑白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 尽量做到理性客观 不要轻易被人把节奏带偏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巴哥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